現在要錄的是 Python 15 關 第一關就是 按這個 誒 打好了 怎麼辦 好 假裝沒看到 衝打一次 就是 第二關要 定義一個函數 它是 all 數 按錯了 偶數就是如果 他 除以 二 是零的話 他就是偶數 其他的情況就不是偶數 下一關是 嗯 定義一個函數看它是不是整數 嗯 然後 跟剛剛差不多 就是如果他 除以 一 是零的話 他就是 就 數 其他的情況就是 就是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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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整 數 下一關是要定義一個函數 把裡面的東西 個別拆開來再加起來 那一開始我們要先 把它變成文字 然後我們要把每一個拆開來的文字加起來 然後一開始它的總和是0 然後用for把裡面的字加起來 然後總和就會等於自己再加上每一個文字 每一個數字 最後答案就是這個總和 下一關是階層 階層就是從1開始一直層到自己 然後特別要注意的是0的階層答案是1 所以要特別割開來寫0的時候答案是1 其他的情況就是從1到aks一直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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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直成為一個式 最後 x就是答案 下一關是要判斷一個數是不是直數 因為小於2的都不是直數 所以我們先寫這個 比較好寫 小於2的都不是直數 其他的情況 其他的情況 直數就是 嗯 對每個 從2開始算到 自己 的數 每一個 除除除看 如果除出來 有一個是 會整除的話 那他就不是 直數 如果整個4跑完他 都沒有整除的話 他就是直數 嗯 下一關是要把輸入的文字全部都倒過來 譬如說如果你放ABCD他出來要變DCBA 好 那 這個函數 的名字 我們可以先 建立一個 空的文字 因為等一下 會慢慢把它 會慢慢把東西加進去 加進去 加進去就是用for 範圍是 範圍就是整個 整個X的長度 N會等於從 最後一個字加回來 嗯 從最後一個字加回來 然後 嗯一次 一次少 一個 嗯 最後答案是N 最後答案是N 然後我們可以 呃 節目是叫我們印 呃 TXT 哦 欸 嗯 因為他 他算是從零開始算 所以要減1 就是印刷就會變TXET 下一關是不要母音 就是把輸入的東西把母音移掉 先創一個空的文字 然後 把在X裡面的東西 如果他是 如果他不在AIOU 就是母音 大寫也要 如果不在這個裡面的話 我們就把他 加進來 嗯 全部FORP完之後 就是打按 嗯 這題是 也是一樣要放TXT 下一個是 每個字母他都有對應的 值 然後我們最後要把 他全部加起來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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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按 這個 這個東西 裡面的 裡面的 值 全部加一加之後 N就是答案 下一關要做的事情 是 如果你輸入一個 字串 跟後面 有重複的話 我們就要把它變成 你字號 然後這個東西叫做 叫做 叫做這個 然後它會有兩個變數 那一開始一樣要創造一個 新的 然後 這一關 介紹了 兩個東西 一個是可以把 前面的 字串都分開 那我們 先來用一下 A字B不要拼錯 好 所以就是 在 這個 字串裡面 裡面的 東西 如果 如果它們一樣的話 就是 如果等於 後面那個變數的話 我們 我們就 我們就把它變成 米字號 加進來 然後 如果你想要4個米字號 就是 這個東西再乘以4次 所以我現在 所以我現在 我總共要 我總共要 跟I的長度 一樣的 那麼多的米字號 那如果它們 不一樣的話 我就 直接把它加進來 然後最後 我們要 每一個字間 要用一個空白 把它 接起來 就是用這個 這裡的list就是 我們剛剛創造的 N 下一個是 一個 list裡面 數數看它有幾次的 後面這個變數 所以它一樣有兩個變數 SE Q U E N C E 跟後面那個東西 跟你要數的東西 那一開始的 次數 都還沒數之前是0 然後 在前面的 list的每一個東西 就是 如果它是 我們要數的那個 item 的話 你的次 次數 就要加 一次 對 全部排完就是 你要的 結果 Yeah 接下來這個是要 讓 list裡面只剩下 偶數 那一開始 它也是一個 空的list 空的list 然後 在一開始裡面的 東西如果它是 如果它除以2 這個 等於0 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加進來 加完整個就是 我要的 結果 下一個 下一個 要做的事情 是 把 list裡面的 數字全部 附成 起來 嗯 那因為是成的 所以一開始 它是1 如果 如果它是0的話 就一直是0 所以在 X裡面的 所有 東西 我一個一個 把它 乘起來 最後是答案 好 複製到上次的東西了 好 下一個是 一個list裡面如果有 重複的東西 我就把 重複的那個 贏掉 跟一開始一樣是 空的 那 如果在 X裡面的東西 它 沒有出現 在 N 過 就是 沒有出現在 N過 對 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 夾進來 那如果它出現過的話 它就 不會再把它 夾進來一次 所以 這樣就是答案 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 是要求 中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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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介紹一個 好用的東西 就是 如果一個 list 它原本 是 沒有按照大小排 的話 用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它就會按照大小排 所以我們先 先把它 先把它 先排好 先把它排好 然後 中間數 就是 如果它總共有偶數個數字的話 就是 最中間的那兩個數 加起來 除以2 那如果它 總共是 奇數格的話 就 答案就直接是 中間兩個數 所以我們先做 奇數比較簡單 先做奇數 奇數就是 除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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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余數 如果不等於 0的話 它就是 值數 提出的答案就是 最中間那個 最中間那個 數字的值 然後 這邊不用考慮 如果你除一除有 余數的話 它會 就是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它會直接 幫你 進位成 整數 嗯 所以就直接打這樣就好 然後 如果不是奇數的話 就是偶數 偶數 偶數就是要 中間那兩個數 加起來 除以2 跟剛剛一樣 中間的那個數 加上 加上 它前面 它前面 就是前面那個數 前面 前面那個數 就是 前一 這整個東西 要除以 2 然後 然後 因為它可能有 余數 所以 你要 讓它算出來 可以是一個 小數點的 形式 這樣就好了 耶 好嗎 OK